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二个part 如何来执行CCS 我们来看下去到底怎么执行 首先我们一启动我们CCS 就会看到这画面 那当然就是替代他自己本身的logo 接下来我们会出现一个画面 CCS会要求我们设定它的一个工作区 设定Workspace 那这Workspace主要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专案放在这一个目录里面 所以以后你在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变得比较简单 那通常我们的习惯是把这一个工作区设在你刚才安装 CCS的一个子目录下面 之后你就可以在这目录下面创建你的专案 所以你首次开启CCS的时候 CCS会要求使用者设置工作区 主要是要存放你相关的目录档案 当你打开CCS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出现这样的画面 一开始会出现一个像一个影片的画面 那这就是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教学 教你如何来使用CCS第六版 那你当然可以去播放这个影片 来了解到底怎么用CCS 那左上角部分我们看到它有一个 这个New Project 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启一个新专案 当我们要创建一个专案的时候 我们就要点这个选项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点这个创建一个新专案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出现这样的视窗 这个视窗就告诉你说 你要必须输入你的专案的名称 包含一些设定 然后这些比较细节设定 我想在下一个part中 我们会来谈到说 每个地方怎么设定 然后我们这边先跳过 那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画面 这边有一个上方的地方 会有一个检视范例 Brows Examples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可以去看我们一些内建的一些范例程式 例如说我们点进去之后 因为我们整个软体里面有安装 MSP430的Ware这样的套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它相关的一些文件 包含了一些范例程式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选项当中 去做一个范例的下载 那范例当然有很多 例如包含这个硬体的使用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下载一个范例 当成你一开始的初始的一个脚本 来开始操作 来发展你的程式 再回到主画面 上方有一个再入专案 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import一个 之前开发过的一个专案 可以透过这样的选项 来再入专案 所以打开之后 会发现有一个视窗 将你选择专案的目录 回到主画面 右上方是有一个叫做App Center App Center意思是说 你可以安装其他的硬体套件 例如我们要装C2000 或是其他的硬体套件 你就可以按这个地方 装其他的package 按下去之后 会发现出现这样的画面 这边很多的 也就是说 好比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 这个 Mac他们的 Apps 这样的一个 或是Android Apps 这样的界面 可以下载相关的一些软体套件 选择适合你的 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我们是 我们要使用 C2000的 那C2000的硬体 我们是用一个 Ctrl Stick 所以我们这边输入一个 Ctrl Suite 去下载一些 关于我们之后 实验要用的 一些套件 那输入进去之后 我们发现到说 诶 他需要替代账号 那当然 你只要注册一次就好了 因为之前我们要下载 CCS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册一个账号 好 所以得说我们已经有 TI账号 我们就可以来很容易的 下载 这个套件 那下载完之后 会得到 一个这样的软体 叫做Ctrl Suite 好 3.3.0 Setup 这样的执行档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当做之后 我们要实验的时候 一些范例的参考 好 所以 下载完之后 我们怎么样 再回到 我们主画面 去看我们的 范例检视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这边我们就 按这个上面 画面上有个按钮 我们点选它 我们可以加入新的套件 也就是我们加入刚才 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个执行档 我们把安装起来之后 他就会在目录下 建立一个这样的目录 那现在我们是必须在 我们CCS当中去选择 刚才已经安装的这个套件 所以 我们到目录下面去选择 刚才 Ctrl-Suit 这样的目录 再把这个project加进来 把这个package加进来 那在package加进来之后 可以看到 视窗的左手边就出现 哦 Ctrl-Suit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范例的下载 那我们看到 左边这边有一个 Piclo F28027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要用的硬体 那里面有一些范例 例如我这边 显示说 F2802X Flashing LED Project 好 那我们在等一下 在这个单元 我们等一下会带各位操作 如何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就是来做一个 LED闪烁的实验 可以从这边的范例程式下载 就可以来执行 好 所以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Piclo 另外一个是我们 因为我们本课程提供 你可以用两种硬体 一种是Ctrl-Stick 或是你用我们这个 Experimentors Kit 这是两个硬体 一个是简单一张卡 另外一个是 有一个 有一个Onboard的一个 插卡 那这两种都可以用在我们 本课程的实验当中 看你用哪一种硬体 好 我们就可以去Download 我们相对的 适合的 范例 然后回到主画面 左下角 他们有一个TI社群论坛 有一个Support Forum 你可以点过去去看到说 相关的TI的E2E的 Communities所的一些讨论 得到一些帮助 然后也可以看到 我们点选 这个选项 YouTube 好 这个Videos就是 它所谓 会点到YouTube上面 就列出所有相关于CCS的影片 好 所以点过去看到 是个YouTube的网站 上面有一些 CCS相关的影片 然后Training就是 包含了Wiki上面的训练资料的课程 可以看到点过去 就是一个Wiki的一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训练课程的资料 然后最右下角是Wiki关于CCS的介绍 所以你想了解 什么是CCS 第六版 你可以点个选项去了解它 然后我们看到最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授权的版本 我们这边是用Free License 那Free License 当然有些是它的限制 如果我们之后 如果要开发MSP430系列的硬体的 程式码的时候 如果用Free License的时候 它只有16k byte的大小 程式码的限制 所以你就必须要用其他的 程式码的版本 那当然Free就是免费的 可以开发一些比较 程式码比较小 尤其是我们可以在做 课堂上练习的时候 我想应该就够了 然后我们当然这边 CCS可以让你做客制化的试图 也就是说我们主画面上面Windows 下面有一些选项 例如说你可以去Customize 你的Perspective 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操作模式的时候 希望有不同的视窗 像这个视窗是一个编辑试图 当你在编辑你的程式码的时候 你希望有一些视窗 摆在你这个编辑的试图上面 你可以去安排 是用在编辑的程式码使用 但如果你在 你在真错或是除错的时候 你希望有不同的视图 例如说你希望有一个观看变数的视窗 在里面 至于那视窗要摆在什么位置 你当然可以用这样的除错的视图 来设计 让你比较好做一个除错的使用 各位同学 我们在上面的介绍是 介绍同学如何使用CCS的一些基本功能 我们看到了它可以创建一个专案 也可以去看一些范例程式 也可以去下载它其他的软体的套件 或是你可以到它的社群的论坛上面寻求一些帮助 或是你自己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看一些影片 关于CCS的介绍 还有我们可以去看Wiki的一些关于CCS的一些资料 所以TI它在CCS上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环境的平台 让使用者可以透过这个平台CCS去寻求帮助或是自己来开发自己的专案 好 那我们在下一个part 我们就要介绍说我们如何开始来创建一个专案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